來啦,來拍一齣,叫做 吃Costco雞腿的廢片 欸這齁,這很奇怪,這雞腿買回來有沒有 啊它現在,它放的都很變得 鹹鹹的,鹹有雞油,你知道嗎 啊有那個雞油之後 我們隔天要吃就是 要把它 拿出來 哎唷 欸,怎麼會說三棧豬肉呢 我先三棧豬肉,刷豬肉快點 來,我們先看一下特色 它這個齁,這雞油喔 叫雞牛喔,這到底 是蛋骨醇還是什麼燒 這種東西到底對身體好還是不知道 好 啊我們就是會先把它解凍 解凍之後這個雞油它就會變下去 不是一種 那個是什麼 變成雞油喔 是雞油喔,知道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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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要這樣 啊我是用這個什麼 中火 又起這 還要再喔 喔 啊然後這個 排氧機把它抽出 味道的造型 好 等一下啦 好,第一泡定了 我們再把它開第二次 我都習慣給它鍋兩次啦 我都習慣給它鍋兩次啦 差不多要鍋了喔 好,鍋了 好 拿出來 啊這個都要拿出來的時候很燙喔 要煮 喔 全部的雞油都已經化掉了耶 好啊 這個先關掉 好,這邊先關掉 喔 喔 喔 很燙耶 啊 啊啊 啊啊 啊啊啊 啊啊 啊 跟你騙了,不太 automated 好,來 把他們弄好之後 這個要怎麼吃呢 先放大看看 那我上幾天發明的 這次就是 Costco在雞腿之思獵 achievement 因為它已經 放到很頭的 你就這樣 慢慢拉 要把它揉出來 你那時候 我上幾天第一次買 小兒子要吃雞腿 我說要吃雞腿的 我就把它揉出來 因為我辦公室的小孩在咬 你看到小孩在咬雞腿 你會看了會覺得 渾身很不舒服 因為它會咬去 所以這個會去弄到那個臉頰 阿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把它剝開 阿不適用 阿你剪的部分有嗎 你這樣拿起來 用嘴巴把它啃乾淨 對啊 阿不然用嘴巴啃也可以 有啊 這都膠質這個要吃 這叫是 不叫字 是叫做 吃Costco雞腿廢片 來 也是Costco雞腿裡面的 淘克的刷淘克 那這 這 這次喔 他烤得失敗 他在Costco 他的雞腿好像 之前我買的那個 帥哥他烤得比較成功 他皮原本就把它烤酥酥的 阿他這個有嗎 你沒有烤酥有嗎 看他白斬雞 但是吃起來 口感也是不錯的 但是就是會厭少 厭少 色香味的色就比較 沒有那麼完美 你知道嗎 要稍微看那個 雞腿的部分 它要稍微滑滑好 來阿白隆學現在要試吃的你們看 然後他下面這個雞油齁 還有一些雞皮 這個可以這樣子 來 把它分擔配一些 因為它是很 welche 我現在打擱咬 這邊是不是都 這個 雞油啦 雞肉 雞油 雞皮 它都已經沾滿了 那個 旁邊那個雞醬 你知道嗎 你雞醬法 雞醬喔 真的 retailer 好差勒 好 然後煮飯打開 啊~~ 啊~~ 喔 很香 很香 這個就是吃Costco雞腿的廢片 謝謝收看